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在《使徒新传》的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 题目是《马其顿呼声》 《使徒新传》十六章第六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太的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有异象献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这里写了一句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其实这是西方语剧中的道庄剧 原剧中就是平白之处 他们开始向西宣教的原因了 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向亚洲去宣教 我们可以看到加拉太是在安提亚的东方 他们入了加拉太就开始转折向西 回到美西亚去了 至于为什么这里并没有讲 我们只知道在当时印度是佛教圣行 并不像是如今他们所信的印度教 而当时基督教也并不是没有向东传 耶稣的门徒也就是使徒多玛就奉命 进入印度去传福音 在那里也一度开枝散叶传给了许多人 只不过几百年后还是就逐渐的示威了 所以保罗就向西行 在当时他可以向南走一圈就到亚西亚 绕一个圈就回到安提亚 也可以向北走到比推尼 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七节这里又说 耶稣的灵不许 于是他们就避开了比推尼 北走到美西亚 走到了特罗亚 这是一个面向地中海的城市 既然到了海边 接下去可以走的方向就复杂了 看他们要坐上哪一艘船 就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下船 当然也可以走陆路到亚西亚的任何一个地方去 所以可能的方向很多 到底应该要去到哪里呢 是否圣灵还用禁止的方式来带领他们呢 结果不是 这一次是保罗在他的梦中 梦到有一个马其顿人对他呼求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呼声 这是传福音的渴望呼声 但是如果你们要问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马其顿人在呼喊 还是这只是圣灵所使用的一个手段呢 我们在圣经当中并没有看到保罗 后来找到这个马其顿人 他们后来去了马其顿宣教 也没有特别的顺利 还是遭遇到不少的困难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圣灵带领他的一种手段 因为已经不能再用禁止的方法 来引导保罗传福音的进程了 而保罗也以为这就是神带领他们去到那里的人 给他们传福音 他也可能以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呼召 既然有人如此的需要 那么先去到那里去传福音 那么福音给了所需要的人 应该就会立即会起到很大的反应才对 我可以在这里先告诉你们 情况并非像保罗所预想的那样 但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亮点 路加在此前写保罗的团队都是说 他们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 或者是说 他怎么样 但是到这里却所列的几节经文 在之前还使用他们 但是到了这里的第十节 却突然改用我们随即想到马其顿去 所以在美西亚或是特罗亚等地 路加也许也是像提摩太那样的加入了保罗宣教团队 在福音书当中也并没有很明白的解释 总之在路加的叙述中 从此保罗宣教团队就改用了 我们 和所有的福音书信一样 路加自己的名也很少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 他就好像一个隐形人那样 用穿插的方式出现在路加福音书信之中 而他们的团队也就顺服了各种形式的圣灵带领 以最合神心意的方式 继续将神的福音传向天下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